今天是你们系统连续出错灌了我那么多单 超市我那么多费用 你不要用这种灌单 我要拿清楚 你们就灌单了 我这边还有你们工程师的录音 他说对的确怎么会多出了三道菜 上个月30号双方吵得激烈 因为一名海底捞五星会员的陈姓男子 发现海底捞发生多次账务菜品系统灌单的问题 像是明明点了半份的餐点 账单上却变成一份 甚至会把没上期的菜品也收费 只是陈姓男子回到海底捞反应时 却被告知单据无误 甚至在调阅监视器的时候 也让他质疑 画质连人都分不清 怎么能看得清楚桌上菜色 陈姓会员忍无可忍联系北区的海底捞经理 对方声称已经开除店经理 但却不愿意退还超收的费用 甚至强调已经安排好律师团 对此海底捞11号也在粉丝专页发声明表示 没有灌单多收费的事情 也对于公司人员在沟通过程中 没能清晰解释和回复 造成误解以及不满 深感歉意 频繁光顾成了五星会员 但却一再被多收费用 恐怕也很难再心甘情愿到那里消费 TVBS新闻王新唐仲宣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